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早上不早了 早上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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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延時新聞 要不得了這次 白天就 八月七日 星期二 在當時 早上關心的新聞 才能夠 要是不能知道 人家在整個 現在往關路 沒有是 還沒有是 法院已經判處 有期徒刑 三年六個月 有被人家在 在當時 在當時 我們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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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非常散訴 我們在當時 也要到外 暫緩執行 在當時 我們在當時 我們在當時 最高法院 現在何一廷 我們在當時 法官的名義後 申請示宣 我們在當時 當時 我們在當時 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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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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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 法院 凡人家 我們在當時 理由 有幾位 大法官 要在當時 會議當時 召開宣法 延遲辯論庭 人們說話 讓列人說話 請大法官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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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當時 我們在當時 因为现在延迟辩论庭 如果这些人在组织中的 电话给他们在美国 一样的现在 会议到他都很合格 因为我们在组织中的 王冠路 我说明日 我们在组织中的 规矩后 把你们的现在 完成了 在福音会 判刑三年六个月 因为我们在组织中长 我们在最高法院 申请非常上述 暂免执行 那么我们在组织中的 没有什么 因为现在最高法院 何一庭法官的名义 会现在申请事先 我们在暂缓审理那里 因为八月一日 都用到现在 原住民主 王冠路 或者律师团 原住民团体 某些那些司法 召开记者会 我们在法院 现在理由转 因为有个大法官会议 我们所召开的宪法 延迟辩论庭 法副律师 谢梦宇 他现在在这一步 大法官 但我们在这一步 发现的状态 走得好 还有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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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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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现在的 研究民主议会联盟 台湾研究民主 原来现在从澳国共在现在台湾 美国三代人在 有少年不少人的同事 而不仅在随着 德国的大战人在 马富富永 马得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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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本来三代人在 阿欧是那时候 移民是事 各位的民主大战大法官 德国三代人在 阿欧丹里的状态 都很在现在嘛 来自做的 我们也期待大法官们在理解原住民跟土地环境的关系的同时 你们也必须要跨越你们有限的认知 进入到原住民数千年跟土地相互依存的规范 当我们的政府把这个通案的议题愿意把它提升到海面上来 借由言辞辩论庭知道这是一个社会上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整个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议题的关注就不再会认为它只是小众 它只是56万人的事情 它的威胁是王冠露 现在现在辩护律师团体的代表 现在欧比也说 我们现在做理由书记 以及法律的司法院大法官 现在书记处代表张仪聪 那么我们现在摸到司法院 那听不听者有定了 我们的本人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